所以这个 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的一个变化了 你们认为这个也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现在传统的史迹界里面 对这一点呢 是不是太认可 不是太认可 这么刚才讲的 对非洲大陆啊 三个影响 三个影响 那么在有的这个书里面 因为在这个负面影响里面 可能还有一个 就是对非洲部落关系的影响 这个非洲的部落关系 对非洲各种部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 前面我们讲了有利盧战争 有一些这个非洲的部落 为了抓捕黑人啊 就向另外一个部落发动战争 发动战争 那么九二九支 就有些部落之间就结成了世仇 就结成了这个世仇 那么这个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都对尼日尼亚比较熟悉 对吧 这个我们报纸经常会报道 尼日尼亚 这个在它的产油地区 在沿海产油地区 会发生了中国人绑架事件啊 或者这个油管发生暴力事件啊 等等 那么在这些这个事件里面 常常是有一些部落 反正另外一些部落所造成的 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 在它三九州地区啊 主要都是一个伯人 一个伯人 那么在它中北部 尼日尼亚中北部地区 是豪杀人 那么一个伯人在这个三九州地区 在沿海地区 最早的和奴隶犯子打交道 和西方人打交道 率先发展了这个发财致富的 那么在英文这个统治 尼日尼亚的时候 国家的经济命脉 也是被他们掌握 那么比较落后的豪杀人 在中北部地区的豪杀人 在奴隶这个贩卖过程里面 是受到一个伯人的侵害 这名统治的时候 又受到一个伯人的欺压 但是这个国家 1960年多年以后 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 是豪杀人 是豪杀人 对吧 那么九二九州 我们讲的正典安族之间 就是有非常大的仇恨 那么在1967年的时候 尼日尼亚发生内战 那么这个内战 就是尼日尼泊人 与豪杀人之间 一场战争 一场战争 我们讲这个矛盾 到现在位置 也没有解决 因为豪杀人掌握国家政权 是由赚来的钱以后 主要投资到重百部地区了 南部地区产石油 但是石油财富 它是拿不到 我们这个世仇 在许多国家都出现 都有 所以有人认为 这个部落之间的这种仇恨 很多追根溯源 也是到黑族贸易这个时期的 有人认为这个影响 也是巨大 那么这对非洲 总体来说 对非洲是产生了 极为严重的破坏性作用 破坏性作用 那么下面我们看 对西方的影响 对西方的影响 那么对西方的影响 可能对非洲影响啊 这个差异很大的 差异很大 首先是推动了西方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推动了西方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西欧国家 尤其是西欧国家 是西欧国家 工业革命 资本原始积累的 有重要来源 通过这个努力贸易 是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的 一个重要来源 有重要来源 那么在许多书上 包括马克思 都是以尼沃普为例 来进行说明 在这个努力贸易 这个初期的时刻 尼沃普呢 还是一个小渔村 后来这个渔村啊 这个家家户户 都搞船到非洲去 发卖黑炉 很快 这个尼沃普就发展成为非洲 就发展成为英国 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 后来正好到工业革命期间 用这些资本 又要投资了这个工业 投资了这个工业 那么关于这一点 提供了这个西方资本主义 这个经济的发展 这一点了 这个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里面 这个 专门有一段话 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关系 他讲的比较形象 他说从机器信用等等一样 这些奴隶制 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 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 没有奴隶制 就没有棉花 没有棉花 现在工业就不可思想 那么马克思讲的 没有奴隶制 就没有棉花 指的是什么地方 主要指的是 我们家的美国中南部地区 尤其是美国南部地区 发展了大众中原奴隶制 中原棉花 那么棉花 这个 后来当量的棉花石 运到了欧洲去了 欧洲去了 奴隶制是这名地 具有价值 这名地产生了世界贸易 世界贸易是大公益的条件 最后都说的结论是 没有奴隶制 白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 就会变成中法制的国家 中法制的国家 我们家是马克思在这里面 对这个奴隶制与西方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直接联系到一起去了 直接联系到一起去了 这我们讲的是 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包括 对美国 以及对西欧 对西欧 那么第二个是从文化层面 从文化层面来讲 那么通过这个 讲大量的黑人 翻面到这个欧美 非洲黑人传统文化 也传到了欧美大陆 传到了欧美大陆 那么非洲 黑人传统文化 它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大众性 就是大众性 也就是说 这个无论是唱歌也好 还是跳舞也好 这个常常是 大家都是 就这么一道 在那个村里面的广场上 一道唱歌 一道跳 一道跳 这个大众性很强 激魄比较简单 重复率比较高 重复率比较高 那么这个激魄比较简单 包括古的运用 打击预期的运用 后来在这个欧美 我们讲是得到了这个 广泛的印证 那么这方面的影响呢 这个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我们讲的桑巴尔 对吧 巴西桑巴尔 那么现在考虑下来 巴西桑巴尔 是来自于非洲什么地方呢 安格拉 安格拉地区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 大家这个音乐都知道 有个叫爵士 爵士音乐 爵士音乐 那么爵士音乐是在二世纪 从这个美国人之间流传出来 那么这个爵士音乐 是流行于班图人 这个班图人 那么在班图人 在非洲班图人那里 这个爵士音乐是干什么的呢 是死人的时候 他的一种耗死 就是这个死了人以后啊 他会告诉这个 其他的族的人 我们这个村庄 这个之族 这个族了 死了人了 然后就唱这样的一个曲调 就告诉其他人 而其他人就过来 那一道来 这个来治丧的 来治丧的 但是很多这个非洲人 这个概念里面 人死了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是到了另外一个时间去了 是要摆脱人间的是痛苦 到另外一个时间去了 所以大家不要感到悲伤 不要悲伤 所以唱歌啦 跳舞啦 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 推动了这个 欧美大众流行文化的发展 这个是非常明显 非常的非常明显 那么后来又出了许多 这个影响比较大的 黑人的这些英语家 那么对于欧美的文化的这个影响 现在这个看来比较少的 可能是四变层面 就哲学这个领域 比较少一些 其他这个领域都是很多 包括我们想到 这个后现代主义的绘画的风格 这个现代主义绘画的这个风格 那么有人说 这也是源于非洲的 当然还有体育 我们都知道黑人在体育方面 尤其是 长跑 篮球 在这方面 他弹调力很好 那么我们讲对这个事件影响 也比较大 那么对西方的影响 我现在看来 这个可能都是 从当时来讲 最肤浅的层面 这样我们耸地的这个年点 可能是对西方这个比较肤浅层面 我个人有一种感觉 这个未来世界的腐肆了 百种人会越来越少 黑人会越来越多 黑人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这就提出了一个 知名与反知名的问题了 知名与反知名的问题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个比方讲 黑白人之间同婚 生下的孩子 大家想想看 是什么样颜色的 不可能是白色的 对不对 就是黑色 顶多倒退一下 变成综合色 对不对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奥巴马总统 是吧 但是黑人的人种特征啊 是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再加上黑人的生育率高 黑人的妇女生育率高 许多这个白人的国家 人口现在是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 再加上我们讲的 也是移民的 当年在这地上黑人的移民 到这个欧米国家 所以我总体感觉啊 现在黑人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个印象呢 我是到法国南部的时候 我特别强烈 特别强烈 在法国南部这个旅行啊 于是我在这个地铁站 在里昂的这个地铁站里面下去看 我统计一下人数 有一半以上是黑人 在等这个地铁 在等地铁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 这个几百年前 这个欧洲人把这个非洲黑人 弄到世界各地去 我想他那时候 绝对没有想到 以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黑人是到处来 都是这个扎根开花了 我想还有一个人 现在这个世界呢 感到是人口最近增多的 到处能见到的 那就是我们的黄主人 黄主人 现在可以说这个世界上 所谓有点名气的城镇 都能见到我们的黄匹府的人 这个当然有些个会业 与日本人能够混淆 但是如果是打工的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层次 所谓地点的 一看这普策的人呢 起码都是中国人多 中国人多 然后我们讲这是起步阶段 然后就要举止我们讲 这个在上层啊 这个我们华人会有点多的 所以这个非洲黑人 通过努力贸易到欧美国家了 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 强制性的人口迁徙 最大的一次 强制性的人口迁徙 所以它对欧美国家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非常巨大的 我们现在这个 在这儿在我们讲的内容啊 实际上是很少 这个内容讲的很浅 这是努力贸易的这个影响 我们在这里的这个 这东西方这个 所谓一个比较 比较 那么下面我们讲这个第三个问题 内容探险与真名占领 内容探险与真名占领 那么到了这个19世纪初 到了19世纪初 这个在西方 反正努力贸易的呼声啊 越来越高 这里面我们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背景 就是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希望把非洲大陆 变成原料产地 变成商品的欺销市场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必须要搞清楚 非洲内容是个什么情况 非洲内容是什么情况 我们讲欧洲人到非洲啊 在15世纪初的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一直到19世纪初 经过400年啊 欧洲人对非洲内容 了解还是非常少 还是非常少 那么从这个当时这个欧洲人 所汇的非洲大陆地图来看 对于内容是搞不清楚的 有时候在内容就画一个大象 或者画一个斑马 来表示 河里走向没有一条是正确的 没有一条是正确的 所以对于这个非洲内容 要把它搞清楚 定理上把它搞清楚啊 从18世纪中叶的时候 在欧洲呢 越来越多人在这方面呢 花下了很大的经历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 内落的探险的 那个活动 内落探险活动 那么这个内落探险 从18世纪中叶 到19世纪中叶 延续了 将近100年时间 延续了这个100年的时间 那么后来断断去 一上一日到19世纪 这个非洲啊 开始呢 这个欧洲人开始进行瓜菲 进行瓜菲 那么在这个100多年里面 我们从这个历史阶段 进行划分的话 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分成两个阶段 那么是以1873年为界 以1873年为界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到非洲内落探险的 很多人是带着地理上的目的 要搞清楚这个内落的情况 搞清楚这非洲内落的情况去的 所以称之为地理探险时期 称之为地理探险时期 那么这个地理探险 是以探索 尼路河的河源开始 探索尼路河的河源开始 那么尼路河 有两条河源 一个七尼路河 还有呢 还有一个白尼路河 那么白尼路河 这个河源很早呢 就是搞清楚了 是始于什么地方呢 是埃塞尔比亚高原 埃塞尔比亚高原 那么还有一条 千尼路河 它是一直是向南 一直是向南 就延续到这个非洲的腹地了 非洲的腹地 这是人们不知道 不知道 那么在十八世纪中叶 就有人提出来 这个尼路河 很可能是一条 纵观 非洲的一条河流 它的这个出海口 一个是 我们讲的 在开罗这地方 在开罗 是吧 这个 那么还有在哪里呢 可能是在南非 纵观非洲这个大陆的 语言提出这样一个思想 若这个是要变为现实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非洲 这个内陆的护运啊 从尼路河呢 就可以解决 所以英国人在这方面 非常积极 非常积极 一千六八年的时刻 以布鲁斯为代表的 就是布鲁斯为代表的 就是布鲁斯为代表的 就探索了 千尼路河的河源 千尼路河的河源 那么后来 经过几十年的这个探索呢 人们发现了 尼路河的真正河源 这个是在这个非洲的中部 大湖地区 在这个大湖地区 通不到南部去的 那么在尼路河这个河源 这个探索这个固培里面 还有一批西方人 在西非 去探索另外一条河流 尼路河 尼路河 那么非洲的主要有四大河流 有四条这个比较长的河流 尼路河 西非的尼尼尔河 中部非洲的刚古河 那么还有南部非洲的赞米西河 咱们西河 就是这个四大河流 那四大河流 那么尼路河河 是从十八世纪晚期的时候 开始探索 在这四大河流里面 这个 欧洲人啊 画的代价最大的 是在尼尼尔河的河源的 这个 这个探索上面 那么尼尔河 顾名思义啊 是在今天 哪几个国家 这个地方 尼尼尼亚 是以尼尼尔河来命名的 与它有关系 还有呢 还有一个国家叫尼尼尔 是吧 一个尼尼尔 还有一个尼尼尔 这两个国家呢 都是与这条河流有关系 有关系 那么最早人们就知道 这个尼尔河有一条河口呢 是在塞里加尔 在西非的塞里加尔 那时候法国人就想啊 英国人也想 这个塞里加尔河 在这个西非的 这个吉内亚湾的北部 那么它有可能是东西向的 也可能东西向的 那么向东可能留到什么地方呢 他们认为很大的这个可能性 很大的可能性 是留到了印度洋 留到了印度洋 我们想这个时刻 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转 对不对 他们就想 如果这条河流是 有西向东的话 那么印度洋与大西洋之间的好运 一下就要拉近了 所以很多西方人啊 就是呢 从塞里加尔向这个内洛 这个进行探险 那么有许多人 在这个探险过程里面 是有去无回 有去无回 有命有幸的 有没有说呢 就可能死掉了 有三十多人 三十多人 有的说这个兄弟两个人 有的父子两个人进去 后来都是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那么一直到 十九十七三年代时 人们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尼日尼亚的地方 发现了当时的游河 游河了 就是中里游的游河了 实际上就是尼日尔河的 另外一个源头 它这个河流后来 人们发现它是跟人们开了玩笑 它是成了一个宫型 是成了一个宫型的游河来 那么本面我们讲的是 这个吉利亚湾的这个本面 是吧 斯里加尔这地方 那么这个宫型的游河去呢 就是今天尼日尼亚的 一个三角洲地区 我们讲的一个伯尔是控制的 就是传统欧洲人所认为的游河 那么这个导致水怎么会发现到呢 就有另外一个探险队 是从这个地方进去 那么还有一个探险 从这个地方进去 所以王王在日尔河要碰头碰上了 人们发现到 过了这个几十年啊 下面这个河园 另外一个河园 人们老早就知道了 知道了 那么这个河园 就像这个河园 一样的河园